我今天我們吃飯 你想吃什麼 沒關係 隨便 你決定 我 隨便 這個時候就是賭新宿嗎 我如果還不會賭新宿 有的時候就是方便 方便就是 好 那我們今天吃那個海產 好 就請吃海產 吃完 就賭籃 都不跟我說話了 結果聲音 怎麼了 又不說 他說開車要回家 就是送我回家 送他回家 發訊息也不回 幹嘛 然後那個 那個講電話 終於過了一兩天講電話 他說你找我 幹嘛 要吃海產 為什麼不能吃海產 你知道嗎 我們上次也會也是海產 這一次也是海產 我說你不是說隨便嗎 他說我不能海產兩次嗎 因為方便 他就在樓下 我覺得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他就覺得你不了解我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OK 好 所以這樣子你就跟我講話兩天 他說對 好 OK 那我就不要重複嘛 不要兩次海產 OK 那我煮飯好不好 我煮飯洗洗碗 你煮飯我洗碗 我們規定 他說OK 規定 互相 我覺得OK 很好 有一天 他煮飯我洗碗 簡單 我洗 洗 洗得很漂亮 然後擺好 冷戰 跺腳 重新那個房間的男人 一天不跟我說話 隔天 我看他在那邊 重新洗我洗得完 然後 你幹嘛 我都洗過了 你沒有用熱水洗 所以是怎樣 但是你說的一種女生 我覺得你的次數不知道怎麼算 有一種女生 你不會給她第六次機會 人家通常是說 不會給第二次機會 你給到第六次機會 有的時候也沒有第二次 對啊 要看那個程度 你這個次數怎麼算的 其實很簡單 我這個人有點在乎錢 可能美國長大 習慣有一點AA制 就是我習慣這個事情 所以到台灣 我發現男生 都一直買單一直買單 我覺得說 男生好辛苦 一直這樣子花錢 我想說 我現在要追一個女生 要花多少錢 所以你的總量是不是 到了是不是第五次 用完了 我就覺得大概 你沒有花二十萬 你應該是追不到了 我那個感覺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說 我不要浪費錢 我要早一點發現 我不會要不要花二十萬 或是我們能不能花五萬就好 對不對 我們要有這種 你是用金錢衡量 這個要花幾萬 對 看值不值得繼續花下去 對 比如說我去約會 有一個女生 我就第一次約會 我們就在某一個地方見面 然後我遲到十分鐘 那個女生第一句話 你遲到十分鐘 你買單 我想說 我遲到十分鐘 我買單 你決定 對 我決定 好 我買單 沒問題 然後就約會 對啊 我買單 買單完就沒有第二次了 對 他那麼會去 就是指定我把錢包拿出來 我說你還可以開口 我們還不熟 你這樣開口 要求我把錢包拿出來 我覺得怪怪的 以後要買什麼 對不對 要買什麼包包 要買什麼什麼 我做了錯事 以後我要負擔多少 我覺得這個就算了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比較小規模的 對 約會了 他沒有講什麼 我買單 OK 沒問題 第二次 三次 四次 到第五次 我看他會不會 至少有個動作吧 就是他的錢包要拿出來 好像他要買單 我再買 也OK 或是我讓他買看看 他買 或是沒關係 我買單了 這個約會繼續走的時候 搖搖杯 我說 口渴 請你喝個飲料 對 喝個飲料 就是有一種互相付出的感覺 沒有 他就吃定我 就不行 對 不行 以後吃定我是什麼 要買什麼車 要買什麼衣服 要買什麼鞋子 天啊 我一定是死掉了 所以給他這個五次機會 看他第五次 會不會自己醒悟過來 對 就是金錢的部分 但還有一種 我覺得也一看到 我覺得 完全不行的 不可以喔 就是約會看到 他的指甲是那種 做的那個 有誰轉啊 那邊有什麼彩色 幹嘛 簡單的還OK 我們這種簡單的OK嗎 OK 因為你不怕 比如說你洗碗 他被弄卡滋 或是怎麼樣 你沒有那麼怕 你在觀察他有沒有辦法洗碗 指甲太常不能洗碗 那個指甲越誇張 他包包也要拿 因為他的包包是什麼金屬鏈 他怕他抓的時候會卡滋 不可以 或是因為轉會掉 或是怎麼樣 包包要拿 或是什麼菜要端給他 不端給他 那個搞不好 他對不對 我想說那倒叉要不要幫你切 給你餵 班傑你觀察很細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以後就是所有的事 都有在做 那不可以 應該是要互相 以後沒有 我要請用人嗎 請用人多少錢 一個月 對不對 那不划算 所以光看長指甲 你知道我們的未來很可怕 對 像你那個 你沒有什麼水鑽 你沒有什麼 什麼光療 什麼鑽 我不知道 很多種 他們很多話 這個是怎麼樣 可以講指甲 就聽他講指甲 可以聽十分鐘 三十歲之前 男生比較在乎性愛關係 所以因為你在乎這個東西 你能忍一忍 忍到你性愛關係發生了 對 都是 沒有都是這樣 你有家庭 你三十歲過後 你一點點家庭概念進來之後 就開始都是背著計算機 對 你就會覺得說划不划算 到四十歲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性愛關係 你就忘記了 那四十歲後變怎麼樣 你就是完全轉到 所謂的家庭觀念 OK 對 你在乎的其實是 這個家庭怎麼走 你而不是說 計算機加上看他 會做什麼樣的家事 共同的付出 你愛你要多累 對不對 進一個家本來就累 你要多累 很累 非常累 死掉 每天死掉在那裡 每天早起 然後 不行 他後來追求是一個 舒服的關係就是他 不要太累 不要讓我花錢花太多 不要讓我太累 這是班傑你的標準 你那個標準我覺得很奇怪 他家裡養貓不可以超過 一隻 養兩隻貓的女生不行嗎 這個貓的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美國有一個 一句話叫Cat Lady Crazy Cat Lady 還加一個crazy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聞不到 那個貓的尿燒味 因為他活在那個環境裡面 對不對 有一個女生 我覺得還不錯 也會買單 然後有一天回到他家 有拿一瓶紅酒 很開心到他家 結果進來 感覺不對 怎麼是這種貓的尿燒味 三四隻貓在裡面轉 然後那個貓沙不知道什麼時候清 貓沙就是這樣子 你貓一隻 一個貓沙 你定期清 那個味道還不會太濃 兩隻就開始濃了 三隻四隻 你就受不了了 真的 紅酒就不用開了 對不對 沒有感覺 一隻最多 還有一種女生是 他會愛生氣 冷戰的 你也不行 冷戰的 冷戰的 你一定溝通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給你機會 對 只要是沒有給你機會 那不能安靜一段時間嗎 先不跟你聯絡 這樣不行 安靜一段時間 如果他跟我講說 我需要點空間 你給我幾個小時 或是給我一天 或怎麼樣 我要消化情緒什麼什麼 他講 我OK 他不講就不行 對不對 比如說我買 今天我們吃飯 好 那個你想吃什麼 沒關係 隨便 你決定 隨便 這個時候就是賭新宿嗎 我如果還不會賭新宿 有的時候就是方便 方便就是 好 那我們今天吃海產 好 就請吃海產 吃完 就賭籃 都不跟我說話了 他就覺得聲音 怎麼了 又不說 他說開車要回家 就是送我回家 送他回家 發訊息也不回 幹嘛 然後那個 那個講電話 終於過了一兩天 講電話 他說 你找我幹嘛 要吃海產 為什麼不能吃海產 你知道嗎 我們上次也會 也是海產 這一次也是海產 我說 你不是說隨便嗎 他說我不能 我不能海產兩次嗎 因為方便 他就在樓下 我覺得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 他就覺得你不了解我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OK 好 所以這樣子你就跟我講話兩天 他說對 好 OK 那我就不要重複 不要兩次 海產 那我煮飯好不好 我煮飯洗洗碗 你煮飯我洗碗 我們規定 他說OK 規定 互相 我覺得很好 有一天 他煮飯我洗碗 簡單 我洗 洗 洗很漂亮 然後擺好 冷戰 剁腳 重新那個房間的門 一天不跟我說話 隔天 我看他在那邊 重新洗我洗得完 然後 你幹嘛 我都洗過了 你沒有用熱水洗 所以是怎樣 我用熱水洗 你就要對我生氣一天 他就說 就是要用熱水洗 不然它不會乾淨 以後我們要吃怎麼樣 然後唸一堆 OK 他過了 洗碗過了 分手的點在哪裡 我拖地 拖地 拖地應該是可以吧 拖地 這邊你看這個 一個磁磅 兩個磁磅 三個磁磅 四個磁磅有沒有 對 好 差不多到 我在拖到 第十一個磁磅的時候 臉就變了 我就感覺不對勁 幹什麼 然後 我就 又繼續拖到 第十二個磁磅 人走了 怎麼了 怎麼了 就離開了 離開家裡 去走一走 去遛狗 我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拖完 回來 回來 他就不跟我說話 也是等一天 等一天 他說 我覺得 你用髒水 髒水推在地上 是不會 地上不會乾淨 他說 我用髒水推在地上 地上不會乾淨 你是用髒水拖地嗎 沒有 我用乾淨的水 他說你知道嗎 十磅每十片 都要換水一次 他說 剛剛第十二片了 第十一 第四 崩潰 他說 我沒辦法 有多少事情的標準 你沒有跟我溝通 你們兩個要先訂好 生活公約 但是他不說 對不對 我要發錯 他才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他又生氣到 他沒有辦法溝通 要等一天兩天 那一年我要多少天 不跟他說話 就這樣分手了 對 就這樣分手 醫生你怎麼看班傑 他判斷女生的這些方式 先給大家看我的指甲 有拉銀線 也有拉黑線 是光療 我想要說的是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想班傑 他講的 比方說他第一個標準 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那我在想 因為他是外國人 那其實國外其實很 很害怕一種女生 叫go digger 就是在專門只看上 男生的錢 然後要跟男生有發生關係 可是我覺得如果 因為他一直在講AA字 目前在台灣 其實女生如果有 獨立自主的能力的話 我們跟你AA字 其實是沒關係 但是如果是用男生 主動來要求說 A來約會 我們就AA字 我們聽起來就會不太覺得 你是不是心眼很小 那我有能力付 我不是不願意跟你AA字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樣 主動要求 我必須要講 我跟我先生交往的時候 我都是堅持跟他AA字 他要請我 我都不給他請 但結婚以後 他的收入 全部都要交給我 所以你要怎麼判斷 你覺得這判斷標準 是對的嗎 不對啊 因為我一直都跟他AA字 但是結婚之後 但是你看 你一直跟他AA字 他就愛上你了 對啊 但是你剛才講的是 你要防範 就是以後結婚怎麼樣 怎麼樣拿你的東西 他告訴你這個不準 對啊 這不準 不是啊 我的錢也是交給老婆 對啊 因為他判斷我太會花錢 對 所以你的標準一直變一邊去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標準沒有那麼一定 然後剛才再來講到就是 兩隻貓不行 兩隻貓以上就不行 我養了三隻貓 剛好死了一隻 還剩兩隻 確實我覺得他的這個判斷標準 也有一點 因為如果說那個女生 他可能還沒有經濟能力 然後住在一個很小的空間 他養了非常多隻貓 然後讓整個房間都弄得 他也沒有能力去處理那些貓 沒有辦法好好善待貓 然後讓整個房間 讓他自己的生活環境的品質都下降 我覺得這判斷標準是有道理的 可是如果那個女生 他是有經濟能力 他有一個房間給貓咪住 他有辦法好好的打理這些環境 其實他不管要養三隻或是三十隻 那都是可以的 要看一下家裡的環境的坪數大小 對 就是這個沒辦法一概而論說 什麼養貓的人就很瘋 雖然說今天的主題是說 男人最怕的女人 然後全場只有我一個女人在 但我覺得這個也有點太獨斷 再來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冷戰 其實我覺得冷戰這件事情 在很多的情侶關係 或者是說婚姻關係都會發生 因為我們不想要第一時間 產生太大的衝突 那很多時候都會選擇先閉嘴不講 或者是說我覺得 我已經跟你講好多次了 你都沒再聽 那我覺得我再講也沒用 所以他就會一直累積累積累積到 你的第十二片磁磚 就跟你說算了 我們分手算了 所以可能也不是那麼簡單 重點不在磁磚 對 不在磁磚 而是在說沒有去好好的溝通 或是沒有去聽 真正傾聽到對方想聽的 想講的話 或是說對方的心聲 所以你的太太 現在都完全符合你的標準嗎 我太太完美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玩